汉朝时江湖就开始脱离了他本身的自义 他就有了四方的全社会的意思 三国时期曹操就说过这样的话 说江湖未尽 就没有安静下来 不可让位 所以这时候江湖已经脱离了 我们的江河湖海本身的意思 现在我们江湖有点来形容全社会这么个感觉 可是我一直纳闷一个地方 你说全社会为什么要用江湖呢 感觉用山川 什么这听起来更大气 为什么非得跟水沾上点边呢 问得好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啊 它不是个水生动物 那么人是在陆地上生存 他到水里的时候呢 他的感受就非常困难 水下比陆地阴险的多 所以江湖就代替了山丘 我们为什么不拿山丘来比喻这个社会呢 因为山丘高高低低的 你也全能看清楚 但是水下的事你看不清 所以我们老有一句话说 那事你别去 那地你别去水太深 对吧 有人说我 说你们那行里不好玩 我说怎么不好玩 说水太深 我说水不深 古董这行业水并不深 是水太浑 都被这帮人搅浑了 每个人都在这搅浑水 明白的不明白的 都把自己装成明白的 懂得不懂得都在这 这个去搅和这池水 所以你一旦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 你立刻就触底 你就会受伤 水深的意思是 你怎么跳一下 你摸不到底你闹不明白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说江湖上 无非就是水深 水浑等等这种问题 我们就拿江湖 比喻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 江湖的这个后来的含义呢 就就送以后啊 尤其到了明代清代 由再进入民国 江湖的这个词汇中的贬义 就开始增加 比如最容易说的一句话 就是江湖骗子 这人是一江湖骗子 过去江湖上是有很多术式的 就是他怀有各种绝迹 各种绝迹 他利用这种绝迹呢 去赚钱 有的是真有绝迹 有的是假有绝迹 我十几岁插队 那么插队呢 那死一人啊 死一知青 这知青女的 不知道怎么怎么掉水了 掉水了以后就 那是个死水塘 因为死水塘都比较浑啊 就是都脏了 然后就找不着了 找不着知青都去帮着捞 捞两下吧 就是先下去人吧 说摸不到底 因为水性不行 摸不到底 没招了 没招了 有人就跟我说 说那个隔壁那村 有一人会捞人 说他那就是 就是叫一把捞 谁都是一把捞上来 让我们都傻了 因为当时出了事故了嘛 大家在那等着 把这人叫来 叫来以后 这人到这以后 先看看这水塘 回个头就问了一句话 说管饭嘛 管饭嘛 你想人的道德水准真高 现在一什么都是 给多少钱啊 人没有钱的事 说管饭嘛 你说管饭管饭 那是闹上来就行了 然后呢 在那看着啊 说女的都离开 讲究 说女的全离开 男的我说他有啥招啊 他也不让女的看 他没啥招 他就是脱衣金光 他没游泳裤 现在这个游泳衣 是这个 那个高科技 你看现在男 男运动员都穿游泳衣 全身的 为什么他不穿游泳裤啊 按理说他就穿一钉子裤 就行了 对不对 他因为这个面积越大 他那个阻力其实越小 他是高科技 杀鱼皮的 这哥们 穿一大裤衩 他下去兜水啊 你要穿大裤衩游泳 那个屁股老帮上去 为什么他兜水啊 你想 你想往下扎的时候 那裤衩就飞了 所以他脱衣金光 然后我们在那看着啊 到那水边啊 就是 他没有姿势 你看 你想象都是运动员 刷一个愉悦进去 那都是电影 他不是 他就汤着水 哗啦哗啦哗啦进去 下去了 下去我们就等着他捞呢 这人没了 没了 没了 这多久看不见他上来啊 就让我觉得都有仨钟头了 因为咱大部分人憋气啊 一分钟之内 你不信你回家试啊 你要怕死 你拿一脸盆 你要不怕脏 就在马桶里就行啊 你这个把水放上 你把脸搁进去 我保你 你的憋子就基本快死了 你抬头看不到一分钟 这哥们等就夹起来 所有人一开始吧 都等着 大眼灯小眼都等着 哎 他没了 没了 他说 哎我说 那他没了 哎怎么回事 就 所有人都开始 就是 就 因为时间太长了 大家都认为 又死了一个 又死一个 对 这人没戏了 死了 说这一天两命啊 说再怎么 再找第三个人来打捞吧 这哥们就从水里出来了 我当时惊着我了啊 就我怎么也不能认为 一个人在水里 能待这么长时间 上来的时候呢 特自如啊 你像我们啊 过去我们学游泳的时候 在水里跑一会儿 一上来 都憋得快死了 人类没有 上来又特自如 就没有这喘气 没有上来 紧倒气 没有上来了 就上来了 就完全是 点心上来 一看 空着手 他们就上来了 然后这只手 在水里 他人都上来了 插一滴了 印象深刻呀 脚心 女的 惨白的脚心 这手断着脚腕子 就上来了 那人让我彻底惊着了 我就觉得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江湖中 一定是有身怀绝技的人 你知道这 这池塘啊 是不透光的 不是西沙群岛的 能往下看十几米的 他下去水 我估计 下去一米多 顶多两米啊 他就没有光了 他底下是黑的 他怎么去把这人捞上来的 我不知道 我在水底下是不敢睁眼的 你不戴着那护目镜 戴着护目镜 挺好看 我第一次戴护目镜 在水底一睁眼 一看 这好看呀 这底下都是游泳衣啊 这个 好看呐 哎呀 后来我到游泳池呢 就特愿意的 带着水晶下水底 好看 所以在过去的 这个社会中呢 各种人有各种高招 每个人活着 有自个的 这个活着的方式 你比如我们的 这个农业社会啊 是靠记忆生存 记忆两种 一种是要手艺 对吧 我会有一本独门绝技啊 比如我会做陶瓷 我就能养活全家 对吧 还有一种是无形资产 是记忆 表演就是无形资产嘛 对吧 他要去这个学习 你任何人再聪明 你不会天生 生下来就会说相声 你生下来就会唱歌 都不可能 你得跟人去学 所以呢 过去呢 我们的社会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师父 师父 这个师父呢 是父亲的父 那我们今天呢 说师父 大部分是丹利仁这父 这个师父是过去 从皇家来的啊 太师太父 少师少父 就专门给皇帝 找的老师 我们今天的师父 丹利仁这个师父 跟父亲的父 这师父呢 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过去说的这个师父 是不讲对价 因为他是你爹 你跟你爹讲什么对价 所谓对价 就是平等的去谈一件事 不平等 那么今天这师父是对价的 比如你做出租 说师父谢谢了啊 你把钱给他了 是吧 你光说师父谢谢了啊 转身走的 给你不干 钱还没给呢 对吧 所以他是讲究对价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师父 是两类师父 关键看你是学的哪类 如果你要是学一种技艺 你拜师 只要是拜师 有拜的这个过程 那你就要承认 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化传统 叫师父 父亲的父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是规矩 那么 这个前日子就是 咱这个相人界闹得 沸沸扬扬的这事 它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我后来我也聊过 我说首先就是 这个事是不能按 对价的方式谈的 你不能说我们进入了 现代社会 所有的事情都有对价 你跟你爹妈 肯定没有对价 你爹妈为你付出的 这种劳动和辛劳 你今天说我 我回报了 说我妈 我爸当年照顾我 说我们家住一两居室 现在我给他买一别墅 这事根本就叫大逆不道 你提这事就叫大逆不道 就是如果你认为 你的师父 就是你的亲爹 那就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些外人听着没有意思 说不清楚 谁差谁钱了 谁给谁钱了 谁打了谁 谁那天罚战没 罚战是应该的 对吧 你要学本事 学本事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不是引导你 是戒律 告诉你什么不能做 你哪错了 你错了 打一下手把 你记一辈子 天天说错了 没关系 咱们下回再来 你下回还错 对吧 所以人性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最反对人性中的 就是东西方都有一条 就是对于人性中 大恶是什么呢 背叛 背叛 只要你背叛了 这就是恶不赦 那么在这种的关系当中 在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呢 它是一个非血缘关系 体现血缘价值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过去这种像黎元行啊 这个这个 取义行啊 这些行里 有很多徒弟 一直把师父送终 比子女做得更加周全 你像孟小冬 孟小冬 虞书妍的关门弟子 女的呀 孟小冬多清高一人啊 就是民国时期的王妃 你知道吗 清高之极的一个人 那么伺候的师父 一直 师父得的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得的 这个膀胱癌啊 还是什么 就是说尿都尿不出来了 没有人能帮他倒尿啊 那是女弟子 女徒弟帮你做 不嫌脏 不嫌累 心甘情愿地伺候 伺候这个师父走 走了以后才能踏实 就是说在师父的晚年 我能够有机会尽孝 在古人认为是大福 我们老说 久病跟前无孝子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伺候你的师父 能够安然升天 你真是有福气 所以古人说嘛 处于静而风不止 只于笑而亲不带 没工夫等着你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知道 要尽孝 对吧 我们今天都不会 你想过去学徒啊 古董行学徒 头三年很简单 你那这个亲生父母 把孩子送进这个店里 跟师父说 这是你的师父 从今天起 跟师父说 该打打 该骂骂骂 那没有机会的 你就一心一意地 伺候师父 学一个本事 头三年干嘛呀 过去你别看 现在有很多文物专家 说起来都是德高望重 这个社会地位极高 最初就是个学徒 就是天天端茶 倒水 扫地 就这些事 很琐碎 每天起来 师父没起床 把屋里打扫干净 师父一起床 这个 这个 这个树口茶 递上去啊 过去的人特别讲究 早上起来漱口 因为茶是可以消毒的嘛 像你嘴里有味儿嘛 喝一口漱口茶啊 当然漱口茶这个 我跟你说说 我这没有了 我告诉你 这怎么来啊 漱口茶有意思啊 你知道什么叫漱口茶吗 您给演示一个 您演示一下啊 过去古代的是这样 漱口茶首先是温度要适中 你给师父沏一个 烫的一壶茶 往这一倒 这师父一口叫 碰就喷出去了 太烫 得适中 就现在这茬差不多 哎呀 我这没树 我这不就乐呀 我想起来这事吧 我不是个演员 我弄不了这事啊 说果然是这样 我试着 试着跟你们再学学 咽了 没吐出去 吐出去太可惜啊 这过去这漱口茶 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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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给咽了啊 我们今天认为 这漱口就是得吐出去 这不如吐 咽了 舒服 所以千百年来啊 这师父和徒弟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师父 我二十岁那年啊 进了工厂 那时候是从农村 插队两年以后 回到了城市 当时进了工厂 而且我们那个工厂 是非常好的工厂 是七级部 就是今天的航天工业部 你们看每次打上卫星 打这个洲际导弹 都跟我们当时的工厂 有直接关系 那里的工人 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人 我去了以后呢 我们进了车间以后呢 就开始就分配 每个人给一个师父 领到我的师父面前 我那师父姓董 董师父 董师父呢 他们是一代 这个老工人 所有的本事 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所以我进去就恭恭敬敬地 叫一句师父 这个师父 还不是败的师父 就是丹利尔的这师父 就是工厂 我们讲对价 因为工资不是他发给我的 本事他教我 但工资不是他发的 是工厂发的 但是我们依然 延续了过去那种 好的传统 就是首先 我要比师父早到 我永远不可能 比师父晚到 最好就是 每天早上一到 这个车间 进去以后一看 师父没来就特高兴 师父要早于我 我就特紧张 然后呢 给师父去打热水 比如鸡头旁边 都有开水壶嘛 就暖壶嘛 去打完开水 找大号茶缸 从家里带点好茶 给师父吸上 这都是我当工人 说话 觉得心甘情愿地去做的 是吧 这个 好在我那师父特好 我那师父不抽烟 有的那个 这个徒弟呢 赶上一师父抽烟呢 那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给师父点烟 你要自个儿抽 那你就得备双份 就是自个儿一根 每位拿出烟来 自个儿一根 给师父一根 这都有程序的 你一拿出烟来 自个儿叼一根 给师父一根 非常不礼貌 拿出来先给师父一根 自个儿再叼一根 滑火的时候 先给师父点 再给自己点 这都是规矩 你现在觉得 拿根烟说 师父给你一根 好像赏赐师父似的 他点个自个儿 希望给师父一个 这人一看就没规矩 是吧 我们过去的师父就是 徒弟点烟高兴啊 嘴上不说 不一定是说 但是高兴 是吧 以至到师父抽烟不带火 是吧 没火 回回都是徒弟给点吗 只要这烟往嘴上一怼 这个徒弟啪 拿住火来 呗一点 高兴啊 有一天 烟拿出来 一想 徒弟没来 自个儿也没火 在嘴上就叼根烟 弄着叼着 叼着 然后就叼一天 过肝瘾 你像这些 都是非常细节 非常小的事 今天的人可能 都不是特能理解这事 说干什么呀 我凭什么呀 我来了 我爹妈都是 把我视为掌上明珠 我在大学 都是学生会主席 凭什么给你点烟 你能恶习 是吧 你还不赶紧借了 所以在这种 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 或者说江湖上 形成的这种师父规矩 不管你是学技艺的师父 还是你后来 有个对价的师父 你只要在他身边 你就应该恭敬他 这个还跟年龄没关 我们过去是跟年龄有关 我们那师父一看 就是父辈人 我进工厂说二十岁 他起码四十多岁 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那师父现在还在不在了 姚老师 咱们把第二件文物拿上来吧 拿上来我们换换 你看姚老师拿这个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 这个很危险 等会儿 别着急收文物 说一下姚老师 姚老师都脸红了 没化妆 没化妆也是颜值担当 你知道江湖就是这样 江湖不是看面相的 慢点啊 别着急 看气质嘛 主要看气质 在江湖上牛的人都是不带杀气的 带杀气的都不江湖 来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啊 这件也不带杀气 菜在是什么 江湖 哎哟 我离你远点 人在江湖飘 这个啊 这种玉饼刀啊 说句实在话 这种刀就是欣赏用的 这个做工是横独斯坦做工 乾隆时期呢 对这个西域来的玉器非常感兴趣 横独斯坦玉呢 往往都是比较灰 不是那种超白的玉 你看那种特别白饼的 往往不这个雕法 你注意看这个雕的很西洋味 看到了吧 很西洋味 我们为什么把这样一个文物啊 多少带点凶器的 拿到江湖这一集呢 为什么拿到江湖这一集 拿这个我就想到 大哥两个字 什么大哥呀 就是你要想 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 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插兄弟两刀 插兄弟两刀 那你回去吧 你那都是啥兄弟 为兄弟两肋插刀呢 这个是这个 很野蛮的忠诚表达 所以野蛮就是我为兄弟去做事 我自个儿 这个 挤一个袋子 两边 一边插一刀 插一个还不够过瘾 两肋 两边插二刀 是吧 我们贺农元帅 两把菜刀闹革命 插两把菜刀 那也挺狂的 两把菜刀 今儿你插着出去 警察就来了 就肯定的 所以它这个是一种意向表达 我们说的是个意向 为兄弟两肋插刀就是拼命去了 拼命去了 这种意气呢 在我们的江湖文化中呢 其实很重要 江湖文化中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叫信义 信义是两条 我说中国语词都是两条 信呢 是忠诚 只有忠诚 你才可能跟别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就是 忠诚这个事呢 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考验 经过一些事 它才可能让人相信你 比如我们出去一块去做事 如果互相之间有怀疑 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 也没法做 那么意呢 就是不讲对价 对吧 我们说意就不能跟你讲对价 就说 咱兄弟帮你打架 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打多少拳 是吧 那成买买了 对 肯定不行 所以 我们有个词 也是词性有些变化 比如大哥 你说大哥相对什么产生呢 小弟呗 对 相对二哥产生 对吧 二哥 三哥 四哥 大哥 小弟 就是它相对于 其他的各种称谓产生大哥 大哥呢 做大哥很难的 我觉得生活中啊 每个行业都有大哥 大哥来了 做的大哥 做的好的呢 一定是做事非常周全 他不是 大哥一定不是对二哥好 不是对三哥好 大哥一定是对小弟好 越没有身份 越底层的人 他一定对他越好 你比如 你比如成龙啊 成龙在这个影视界呢 是官称大哥 有人岁数比他大 也叫大哥 这个 他就是 这个 做事非常的周全 周全到琐碎 什么事 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是朋友来没有 比如有一回啊 这个 他叫我去吃个饭 吃个饭呢 那时候我跟他是不是特别熟 就见过 大概见过两三次 三次次吧 两三次 他请我吃个饭 在上海 那个给我印象非常深 他们在一个很偏的地方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你来吃饭 我说因为他叫我睡有点偏晚 我也没提前准备 后来我说你们别等我 我会赶过去 等我到他那吃饭的时候 都已经 我记得都八点多了 八点多呢 他出来迎我 迎我 我看见 就说说要进去 一进去 三桌席 三十人 没动筷子 弄得我就特地揪 所以我说你们别等我 你等我弄得我 好像就不合适嘛 那么成龙就说 因为你说马老师 你这次来就是很重要 我们大家都要等你啊 所以他就不能让别人 动筷子 那我当时就很受感动 其实都是小事了 这都是小事 他对底下人的照顾 就每个人吃饭 每个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所有人都高高兴 吃完饭 然后呢 他在草草扒了两口 所以做一个大哥 没那么容易 江湖上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知道 怎么去帮助你底下的人 他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那有人呢 有的做大哥的 一看就是 别人遇到困难 就是有时候偷偷的 不会公开的 那做大哥做的不好 就说 哎呀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 我们家遇到点灾 需要点钱 那柜上给支点钱吧 这是一个做大哥的方式 让所有人看见 我怎么样了 但是这时候可能会给底下人 造成很多麻烦或矛盾 会做大哥的 肯定把你叫一边 说 你好像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一说 哦 偷偷地塞点钱 不让任何人知道 你知道一个人的 这个 随着道德修养的增 这个增加呀 慢慢你会知道 你给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让别人比你还舒服 你有能力救济人的时候 你心里是非常舒服的 过去古人 那在这上面可讲究了 你比如过去那个富人 就是救济穷人 碎银子 就拿纸包好 拿宣纸包好 让手下人 搁在穷人窗台上 不能让他知道 是我给的 他心里才舒服 我们将来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今天社会的这种 救济啊 现在还都是带有表演性的 比如有晚会啊 有什么拿一打支票 生怕不知道给了多少钱 那支票到银行也兑现不了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这种 行为都会隐藏起来 就是寻求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 虽然我们说师比寿有福吗 给出去那个人 其实他获得的东西是更多的 那像您说做大哥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做大哥 您说我们这种普通人 我们在江湖上混 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那很重要的 很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古人一再提醒的 叫慎独 慎独 就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自己给自己一个交代 你给你自信 自己内心一个交代 我老说你这个事你对谁都不重要 对你自己最重要 我们大部分人做事都要考虑周圈人的感受 就我做这个事我给谁看 哎呀领导来了我特积极 这人都长高一块干活 领导不在就这样 这就不是慎独 慎独的时候就是没人和有人是一个样子 尤其没人的时候对着自己内心 你想想你今天做的这个事情 想想你具体做的某一件事情 是不是做到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平衡 你内心是不是很舒服 这一点很重要 慎独最讲究的就是你不能背弃信意 是吧你不能背弃信意 你可以说这个事我们不是一条路上跑的车 我们愿意分道扬镳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在一条路上跑的时候 我陷你一轮子 这肯定不行 所以古人要讲究这种 这个讲究这个慎独 古人讲慎的事多了慎史慎忠慎独 我们的江湖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从庄子那年说 相如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开始 一直到今天我们江湖的外延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今天走向社会 就是在江湖上混的话 那么首先一点呢 你要学会承受委屈 学会自我评估 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我说人的心胸是靠委屈称大的 是不是 你能承受委屈就表明你成熟了 你什么 其实有时候那委屈是假的 不是真委屈 你觉得委屈了 那别人还觉得委屈了呢 一样 如果你认为啊 这事自个吃亏了 我先告诉你 比如你这个团队出去做一个事 最后领导在家讲或者在什么时候 你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个吃亏了 我先告诉你 这个事特别的公平 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公平了 我先告诉你 那就是别人吃亏了 如果你认为你这事占了大便宜 你这人就该杀 一个团队出去就你占一大便宜 别人都吃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不管你是在职场 还是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有时候觉得碰到一点事 你觉得 我吃了点亏 其实未必是吃亏 所以古人说 吃亏是福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